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国会的这一动向 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相关方应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做法权益